首先我们来关心的话题是海军的海虎前舰落海事件 三名官兵到现在依然失联 而海军今天是还原了事发过程 原来是因为救难浮标的盖板脱落 第一批有四人去处理三人落海 而兵器长是前往协助 结果也发生落海 第三批的救生组六个人当中是有两人落海 海军强调不会放弃搜救 并会针对被救回的官兵来进行心理辅导 总统蔡英文下午也前往了国军左营总医院 来慰问海虎前舰的受伤官兵 海军海虎前舰三位官兵二十一号落海失联 此时一段来自落海官兵妻子 强忍悲伤希望各界斜巡的录音档曝光 令人鼻酸 虽然已经过了黄金七十二小时救援 但国军人持续出动海空兵力搜寻 而且因应洋流变化 逐步扩大搜救范围 每四个小时会按照 他整个洋流的整个测算 然后我们逐步来扩大 我的搜寻的范围 每个人落海的时间 他不是一次掉下去 是陆陆续去下去 海军也说明事发过程 海虎前舰这一次任务执行期间 是十八号到二十九号 在二十一号执行任务时 前舰人员发现船尾有杂音 立即扶航 第一批四人出去处理救难浮标 盖板脱落问题 有三人落海 两位至今还失联 随后兵器长上去协处 也落海有被救回 第三批则是救生主六人 其中四人搜救过程中受伤 另一人落海被救回 还有一人落海失联 海军表示救难浮标盖板 在民国八十六年 也曾经发生脱落问题 官兵之间情同手足 不放弃持续搜救失联三人 蔡总统二十六号也南下 前往国军佐营总医院 探视海湖浅舰 受伤官兵 关心复原状况 针对参与救援 跟被救回的官兵 因为心绪人不稳定 国防部强调 后续心腹工作也是重点 记者综合报导